是的 趁着这个时间来 应该会好一点 这样等着的又是人 刚刚吃饱的人 这个排骨不是传手那种 很热 但是很热 这个看清楚 这边全部窿大 这边的屋顶还是用风扇 还是用这些屋顶 可能以前也有厂房改建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 我和老婆所在位置 就是顺德容贵 我们吃这个近期 一个超级受欢迎的餐厅 就是排骨饭 说个名字都流口水了 超级多人 所以一早过来拿位 现在是早上10点半 我们还没吃早餐 应该就在前面 熔边沉味各干蒸排骨饭 而且他们的排骨饭很有趣 它放在碟里 看上是很有食欲的 老实说真的未必有位 已经排队排到这样 没有了 不吃了 看看就走了 是呀 怎么吃 这里 早上3点 没有了 拍一下就算了 闻一下味就算了 看来我们今天也算不幸 又或者下次我们飞节隔 再来吃 每个人都要押着自己的好位才行 有些人吃饱饱准备酒 非常幸运地 我们刚刚准备离开的时候 就在这里找到位了 刚刚有客人离开 每个人对这碗排骨饭吹之若无 那我们就当然要等位了 要搭桌了 讲到乱无伦之 首先今天只有小份 即是说纯排骨 那你是可以双拼的 我们都不双拼了 双拼了 双拼都没有了 那只得了排骨 第二有这个啥啥煲的 啥啥煲的也不要了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美食 再来赚钱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就是这个清菜20元份 我们都不知道 白饭一元每 没所谓的 再来 他们是由凌晨4点开始营业的 在这里喝一支玉丁烧佛山 不是红礼盆葵酒 这个就是我们点的食物 两瓶汽水 因为天气热 白饭一碗 它的白饭尺子不是很大 油蜜菜20元 排骨28 56元 二人消费 还有这里始终都是比较忘长 没有冷气 上面只有一把风扇 好吃的东西是这样的 在我们等着食物的时候 又跟大家讲一下交通路线 在这里去到熔柜站 我们会叫城轨 去珠海拱北那个城轨 我说的行路 半个小时 不可能是行路这么笨 但是在这儿走路 在这儿走路 一路路路一路路 大概是四五分钟左右 便会到 大概需要三至五元 如果是几个人 比坐巴士还便宜 走路半个小时 打车都不会 是 因為它這裏為甚麼呢 第一 它近成鬼 第二 就真的挺有獨特的做法 再加上其實附近有很多類似的排骨飯都有 尚德人煮排骨飯怎會差 但他們這裏可能就明星在外 坐得又舒服些 以前沒有那麼多人 以前沒有那麼多人 是的 要多謝社交媒體 即使我們要去到漁人碼頭 駕駛也需要二十分鐘不到 打車的話十五六元左右便會到 但如果大家對精排骨飯情有獨鍾 很想很想吃 設計要早 而且大家要知道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時間 是十一點都未夠 中飯又未吃 早餐又過了氣 按道理是最少人 我們想過再早點來的 不需要的 不過這樣 他們點半小時便下班了 是的 追著 他們說是粉腸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等待後 終於送上來了 他們在這裏看得不清楚 這裏看得不清楚 這裏看得不清楚 他們是乾蒸的 所以碟邊都焦了 濕蒸就不是這樣 那裏碟是超級炎 嚇死人了 然後它是雙拼的 有些是排骨 有些是粉腸 更好 我最喜歡這樣 剛才我已經想雙拼了 再來 那些肉是黏在一個碟裡 好像是熱了碟裡 放上去煎焗的感覺 還有少量的蔥 而且比較有個性的 就是他們這種雙拼是隨機的 排骨肯定是有的 但其他配料沒有辦法保證 你看看 是嗎 是嗎 好熱 哇 它是有一種煙燻的味道 好像老婆師傅說的 有油的 沒有油在下面 會黏在底部 即使是這樣 下面也有少量黏在底部 哇 這些好吃 排骨不是全瘦那種 很熱 但是很熱 所以來到這裏 你喜歡點油菜 又或者叫啤酒 但可能人太多 汽水也是不太冷的 它好像有煎過的感覺 有少少焦邊 我夾個粉腸吃一會 粉腸吃一會兒 這裏還有粉腸 這個是送白飯的最好 先頭我看過 他們經常放在乾爐裡 蒸 可能有少量水 下邊有什麼我看不到 在家裏就不要做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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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大鐵鍋 這個看清楚 那邊全部焦了 那個豬生腸也夠硬 這裏有三個不同間位 三組不同間位 我剛才跟這個帥哥一起來 他非常好人 好吃就一定是好吃 但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不要在節假日裏 不過現在放假 都會有很多人 小朋友到處 不是一元的 但有個小問題 就是要自己拿 除了上浴淚之外 全部都是自助的 用汽水的雪櫃 旁邊的兩個美女 每個人都要問 麻煩自己 麻煩自己 那種煙燻味 真的令你肉霸不嫩 真的 像這些位置 它不一樣 煎過 煎排骨 我們吃過 但那種香味 真的很特別 這些就是在家製不到的菜 對 它有點像煲仔飯和飯焦的感覺 老婆在說 其實性格比高 一碟加個飯 只要15元 燒酒是客人自己帶來的 我們又在換 跟我們搭檯吃客人 哇 很難 不過我坐了這麼久 大多數都是遊客 大多數都是遊客 我們的菜也來了 是這種的 不是白煞的 有些少許蒜蓉的 油麥菜 早上 喝一杯九光雙精 吃過蒸排骨飯 新鮮出來的菜 有一點點苦味 有一點點苦味 我們吃飽飽 出來再看戲的人 真是誇張 對 趁這個時間來 應該會好些 等著 等著的又是人 剛剛吃飽的又是人 旁邊的桌子又是被人等著 跟著對面馬路又是在等著 插著一張票在等著 真是超誇張 真是誇張 由當地那些村民 早上放一杯排骨飯 吃到遊客全部都走來 都未見過那麼多人 上一次見到那麼多人 應該是嚴核孫 只是開玩笑 很多都是遊客 看得出 大概三成是講粵語 其他都是講普通話 大概是這樣 跟他們搭桌 甚麼人都有 一家幾口 有可能是附近大學生 有姐姐帶著妹妹 弟弟過來吃 挺開心的 但唯獨熱一點 如果大家住在附近 回到順地遊玩 強烈建議一早過來吃 早起床都不怕 因為現在夏天早起床 它不會太辛苦 早點過來吃 因為它4時半開工 這裏厲害 還有一個熔邊小學 10個班 這麼厲害 很厲害 對呀 4年級有10個班 我們剛才已經算幸運了 找到位置 下單的姐姐已經走過來了 然後她跟我們一起去 大學生 我相信應該是 抓住了 叫她立刻下單 她問我們是否下單 想吃甚麼都不用想 只有一尾 排骨飯 有沒有人去不吃排骨飯 我想應該沒有 他們的食物 是挺獨特 而且價錢便宜 接下來我們去前面一個市場 據說這個市場特別 前面市場裏面 是有海鮮餐廳的 吃我們就肯定不吃 又吃嗎 但去看看 因為現在我們適合吃的食物 想消化一下 如果先頭我們吃不到排骨飯 附近都是有很多食物 比如說這個二叔仔飯店 在裏面又有 未到吃飯時候 又或者前面這些 勾記煲仔飯 也可以 一樣是有的 只不過煲仔飯 回到廣州都不是沒有 對 剛才那裏 很震撼 畫面 我想這裏很久 就算是這個煲仔飯 都是16元 最貴的 已經看到有些阿姨 拿些水果出來 蒲蒲蒂子 龍眼還未得6元一斤 這個時候 當然差不多收工 夠熱了 來到中午時段 人當然比較少 早上早上擺夢 現在是夏天 有些像襯虛的感覺 不過當然襯虛當然人多很多 站著呢 站著呢 站著多少錢 站著 2元 2元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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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廣州多美女 早上這裏應該很熱鬧 真的強烈建議 啰嗦沉氣都要說 強烈建議 大家如果對這裏很有興趣 早點來吃排骨飯 接著走走走這個市場 我知道前面還有很多東西看 我們進去市場裏面 再來呢 這條路 廣州的觀眾應該不陌生 就叫做天河路 是的 我們回來是天河路 至於前面 就是我先頭一直在說 想去看看的熔邊市場 來到中這個時間 但肯定是沒有超早那麼熱鬧的 這個就肯定的了 一來到就變成賣水果 我就知道它裏面 應該那些水產是比較多的 海鮮那些 有觀眾就覺得奇怪了 有觀眾有覺得奇怪 你們這麼快吃 海鮮蚊不是優如期嗎 兩件事 第一個 很多其實都是自養的 第二 近海的優如期 在6月31日 6月30日已經結束了 至於我們就在這裏買些龍眼 是吧 好啊 五元 六元 都是石劫 吃過呢 吃過吃過 對買 那些龍眼就這樣 都訂了在這裡 齊枝那些 拿上去賣貴一點 不齊枝那些 拿上去賣便宜一點 小顆那些賣便宜一點 就是這樣 我們是喜歡吃龍眼的 因為始終它沒有荔枝那麼容易 是熱氣的 龍眼就多吃一點點 都不怕 那些水果 龍眼這些 上市之後一段時間 就開始便宜了 昨天我們去那個什麼市場 我都不記得什麼市場 沙丸市場 沙丸都算便宜了 都要10元 這裡5元6元 這些小顆一點 5元 這個市場又大 有融貴、融邊這些市場 都是這樣的 我們上次去那個也是 這邊是半戶外的形式 有些蠟肉賣 前邊賣菜 魚應該在後面的區域 我們想看看有沒有燒臘的魚 可能買一些 不買都是來鬥一下 通常我們的愛好都是這樣的 你知道什麼價錢 才知道那段時間 是怎樣才能買得過的 不是為拍攝而拍攝 又有茄子 買了回去自己吃 又有通菜 現在通菜越來越多 紫蘇鹽 前面賣豬肉 豬肉基本上我們都不看 尤其我們今天沒有帶冰 這邊是燒臘的 前面見到有些水產 即是賣魚、蝦 昨天有件事差點忘了說 究竟現在的蝦這麼便宜 有幾個原因 因為天氣熱了 不只是我們南方天氣熱 北方也很熱 比我們南方更熱 通常這些蝦 你要運到北方賣 比如河南省 才賣得好價錢 但是那裡這麼熱 蝦運到會死的 所以只能留在本地賣 留在我們南方賣 南方的蝦便便便宜 很多老闆聽說是蝕著來做 蝦我們見不到 又有黃金堂塞 但不算很黃金 至於這邊就是賣魚頭 順德人喜歡吃魚就頂了 有幾大鋼魚 這邊亦是如此 他們用的燈 不會像廣州那些打得這麼白 甚至前面還有燙衫 這邊賣米麵 還未見到有水產 海鮮那些 可能沒有 或者我找錯資料 我們附近走一走 然後上車 順德這邊多食物 嘩!這裏煙霧彌漫 應該是正在燒鵝 應該不是 去拿車的路上 就經過這條沖 叫甚麼沖 我都不知道 新榮邊路 這裏叫做 上面掛光彩旗 應該是爬龍船的時候 很多人在這裏看龍船 很近看社交媒體 好像在這裏附近有武龍 現在當然是端午節 節慶已經過了 很多龍船已經 埋回到下面沖底了 接下來這個環節 我們當然沒有這麼快回去 因為我又未吃早餐 中午飯 剛才的那些 其實也不知道算不算 只有半碗小飯 現在我們打算去吃小食 順德又怎會沒有小食 可能會吃新派的咖啡蛋撻 不知道有沒有 去到再說 又或者大排長龍 我們經過這裏還看到2023端午節 贊助方名以下有些甚麼呢 熔邊排骨飯2000 還有這個二宿仔飯碟388 其他都不是餐廳 你們可以從表上看得出 哪些是值得一試的餐廳 至於這裏下去 真是看龍舟的地方 連門都開了 現在沒有龍舟看的 龍舟會宴 老婆在對面發現 還有一個廟 接著在這裏還看到 熔桂南區遊龍大會 所有資料都在一起了 每一日有甚麼活動 有些日子是沒有 全部逢單號 不是 1212 每天都有 最好 最好 它不是安日期 鳳廳 又有熔女大聖廟 很多 還有甚麼 籌備一隻新龍舟 上等沙漠 20萬左右 大家來捐錢 尋得一定捐得起 20萬 很少的市場 有些有錢的 對 全部都是飯店 海鮮 南區海鮮市場 對 我剛才說這些市場 經過大約15分鐘左右的車程 我們來到這裏 這裏是吃甚麼呢 這裏是咖啡蛋撻和奶茶的 年輕一點的 沒有先後那些 那麼傳統的 但有一件事是相同的 就是他們一樣都是這麼多人 但順德有個好處 就是停車方面 你看你喜歡怎樣停車 你不要打正在路中間 就不像我們昨天去吃明記 我停了半小時 至於這裏 就是我們要吃下午茶的地方 叫做維園飯堂 又是排隊的 好像澳門那些餐廳 有時候要拿票 我準備拿票的時候 派了前面的美女給我 還有四號 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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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的時候 又看附近環境 超安靜 對面又有一個 應該是飲食的地方 都多人 最多人當然就是這一間 是吧 很有那些澳門餐廳風格 應該是好吃的 這邊亦是如此 其實再往前去 亦都還有幾間 我們又找到位了 等了十多分鐘左右 這裏就不同 先頭那裏 自己拿位的 叫號 都是多人的 打包都要排隊 我們左右行良過 都是坐下慢慢吃 反正都是等的 其實我們可以打包 上車坐著等的 都是算的 來感受一下 要氣氛 上邊的屋頂 上邊的屋頂 還是用這些風扇 還是用這些屋頂 可能以前的廠房 改建而成的 現在變成這些年輕人的步驟 裏面有四個師傅在搞 為何這麼慢呢 因為他們下單才做 連這些新派的餐廳 都是這樣的 等到你就等了 等不到就下次做 其實我們都選了星期六日來 叫了三十八元的食物 看看有甚麼食物 最出名當然就是啡撻 八元一個 一次過最低消費要兩個 因為我要了一杯凍檸茶 還有菠蘿油一開二 菠蘿油一開二 菠蘿油是用咖啡來開二 甚至乎還有清湯腩麵 清湯腩飯 柱喉腩麵 咖啡牛腩麵 咖啡牛腩飯 茄牛腩麵 也是有的 雞扒麵 太多了 不用一毒了 我們吃了東西 就不叫了 剛才給了一張票 我們那個美女還在排隊 等她的外賣 真是誇張 我們玩一會兒手機 才再說 第一個送上來的 就是凍檸茶 咦 有串檸 老婆不認識 我當然認識 這些就是心思 一定要串檸 沒有滑的檸檬 雖然不用多 對吧 說到喝凍檸茶 我是專家 給她專家 有結味 很厲害 比大家喝的很多 又不會有很多冰 我可以接受到更多 然後最值得清讚的是檸檬 切得很薄 又沒有滑 又可以穿到檸 至於這個時候 菠蘆油也送上來 讓我拍一下他的外表 看看是不是熱的 少許熱 這應該要趁熱吃 裡面的菠蘿油 主要燙一下 阿喀要等久 菠蘿油便很快會送上來了 冷的 冷的 是嗎 熱的 因為火會燙 吃菠蘿油她是專家 給我專家 是冷的 即是懂得吃的 價錢也不便宜 9 元 13 元 香港價錢也算不算 但不得不提最有創意就是咖啡味 有一點不算很濃 但不多 因為鮑威爾的牛油是冷的 所以溶了一點也很正常 夠脆 上面的酥皮 不要以為新派的年輕人餐廳 弄得亂七八糟 絕對不會 挺好的 是的 她會有些創新 我女兒最喜歡來這些 只不過她看見社交媒體 我們去吃排骨飯 她聽見她就說不想來 但每晚都想到我們吃完排骨飯 就過來吃這些 不要讓她知道 我以為是裝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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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幾時 是的 拿都拿不到 很快 又送了蛋撻 比我想像中快 哇 她是剛剛焗好的 剛剛焗好的 因為在後面就送出來 適合到不得了 等了幾秒鐘 可能要等一等 但不得不提 她的表面是我喜歡的千層皮 不是牛油皮 我真的不時太喜歡牛油皮 我喜歡這種 這些牛油皮 我講的是曲奇皮 曲奇 曲奇那種很硬很脆 整件撕出來 好像一塊塊結塊 不是那種 我不喜歡那種 我是喜歡這種千層的 這些功夫多些 要自己做 而且會軟一點 這些是軟一點的 還有五張桌子 英俊 五張桌子 還要幾點鐘 現在點幾鐘 按照你應該 都是吃飯時間的 超級香咖啡味 很香很香的咖啡味 不是蛋味咖啡味 不是蛋味咖啡味的老婆 剛剛弄得很夠新鮮 這些店舖 有這些店舖 都不同 還有那種放在這裡 那些 挺好吃的 都是假的 我可以這麼說 那些蛋蛋漿 剛剛剛剛熟 然後喝杯 凍檸茶 非常之好 吃完這個撻 我們回廣州 完成這個愉快的 順德容貴美食之類 容貴還有很多食物 包括上次來 雄星光發 其實都在順德這部 或者之前 我們去過的 漁人碼頭 其實都在容貴 順德有多東西 玩的 大糧 或者清徽圓 各種 其實容貴都是近年興起 始終相對比較近廣州 以前是很勁工業的 融星電器 大家應該都聽過 但是近年始終慢慢色微 就將一些廠房 好像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建成一些比較新版的餐廳 先走 原先我們打包 來這裏 坐著在這裏吃 準備落單打包的時候 發現已經3號 我們4號 決定等一等 現在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上去公園走一走 這個叫什麽公園 哦 那棵樹 舊城牆爛了 是可以進去的 在這邊可以上一島去的 我們簡單走一走就算了 你們現在看這座山 都不會太高的 這裏叫做健康步道 又一村運動場 衛生間 就在這些居民樓旁邊 旁邊就是居民樓 好古舊 好懷舊 這些是新家裝進去的 那些就舊有 這些 這些我看起碼七八十年代 都不出奇 還有假石山 即使現在中午1點半鐘左右 都不會感覺很熱 因為樹木真的夠多 上面全部都是樹木 好 我們在模擬之中 發現了這些 這麼野生的公園 真是野生 人又見不到很多 有很多鳥 有很多 是啊 怕不怕有蛇 我上面是有人的 我們其實是想去洗手間的 在這裡上去 去洗手間 他還在地上發現了這個靈芝 他說是 因為他是比我的 這些經常會死 不要 是靈芝 就是靈芝 那當然 順德一日美食之旅 又要結束了 我們是時候開車回廣州 都是會塞車的 一小時二十分鐘左右 其實如果不是 好像我們那樣 其實坐地鐵會方便得多 坐地鐵再打車過來 方便得多 我們給路橋費都給二十多元 一程 雙程的話四十多五十 順德不同廣州 是順德不同廣州 在廣州市區坐地鐵 在廣州市區坐地鐵 昨天停車停了半個小時 這裏隨便停車 不要阻礙別人 那裏還阻礙到陷阱 你看它阻礙到陷阱 剛剛停車過而已 我們便停車在這裏 上車 有多久 在廣州市區坐地鐵 上車 我們坐在廣州市區 開車 在廣州市區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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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